换把绝对是影响着很多同学完整演奏的最大影响之一 那我们应该如何解决换把呢 从初学开始我们要注意的点是换把是一体的 从我们的指掌腕臂包括后面的大指 都是同时向下或同时向上的 最初学一定没有先走手指或先走手腕 那到后来我们速度逐渐快起来之后 我们要用眼睛的配合 记住从下面到上面没有换把之前 我们的眼睛一定要先去盯着 接下来要按的那一个音 比如说我们底下在弹的时候 我们眼睛先要盯着上面换的这个音 一下子换到 但如果我们不看 它就容易乱 我们在弹上面准备往下换时也是 手指先看到你要换的那个 直接到 那接着第三要点 就是在练曲子的过程当中 一旦出现换把卡顿的时候 我们要把整体的速度放慢 如果你 这样子就断了 整体放慢 给你换把有一定的时间 让你这个过程 让你手指的感觉固定下来 形成一种下意识 你再去加速 那同学会说到底什么时候适合加速 当你加速换把不受影响的时候 你就可以加速 还有什么演奏问题 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 我会一一给你解决 记得点赞评论 关注我